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道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今天我们要在上一讲继续来谈一谈 神的话语用之不竭的资源这个题目 新生命是出于神的旨意 不是出于我们的旨意 我们有必要看清楚这一点呢 我们之所以是信徒是出于神的旨意 我们是要回应神的旨意 但是首先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是出于神的 接着真理的道 出于他自己的旨意 神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 然后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当中 彼得发展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他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那由此可见 这个带来新生命新人重生的种子 是神的话语的种子 它是不能坏的种子 不会腐烂 从不改变 不受自然界种子所容易受的变化和变质 那么你如果种下苹果种子的话 你所得到的是苹果 对不对 当然不是梨子了 同样的 神话语的种子的本质 决定从中而出的生命了 它是一颗不能坏的种子 那么它产生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 是不能坏的生命 不能腐败的生命 它是属神的生命 因为它是属神的种子啊 好 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当中所说的 从神话语的种子而来的新生命 约翰这么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了 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呢 我就以我自己做个例子来说说吧 我自从信主以来 这重生的经历很真实 很有力 并且一直保存到今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从信主以来 我就从来没有犯过罪 那我都不敢这么说 我希望是这样的 但并不是这样啊 这也不意味着我不能犯罪 其实啊 我是很清楚的 只有凭着我们警醒祷告 才能使我们不至于犯罪的 但是在我们里面生出了一个本质 一个人 一个新人 是不能犯罪的 因为他是生于一颗不能坏的种子 他就是一个不能败坏的人 那同时在我里面却另外有一个 我必须要对付的一个本质 那就是我的救人 这就是基督进来之前 原来的那个老我 这个老我就禁不住的要去犯罪 那是那个老我的本质啊 按本性呢 他就是叛逆的 所以一旦我们成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所过的生活 是由那个本性来控制我们决定的了 那只要是新人占了上风 控制了我们 我们就过一个不能犯罪的生活 但是什么时候 那个老我回来了 开始挤了进来 占据了控制的位置的时候啊 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要去犯罪了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了 在我们里面已经生出了一个 不能坏的神的种子 按照本质 他不能犯罪 是一个纯洁圣洁的本质 他是神自己的本质 借着神的话语的种子 分次给我们了 是那个本质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啊 所以那是出于神的道 好了 让我们把它放在人的层面来看一看吧 一旦一个新生的婴儿出世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最适当的营养啊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婴儿 但是如果他不吸收适当的营养的话 他很快就会衰弱的 最终会夭折的 这对重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一旦你重生了 你里面就有一个新的本质了 你里面的新人 在这呱呱叫 他需要营养 那么你知不知道呢 当一个婴儿没有奶喝的时候 他做什么呢 他在这哭 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说啊 如果这个生命得不到喂养的话 他就会开始呱呱叫 神话语的美妙就是 他不仅是带来了新生命的种子 也是喂养这个新生命的灵粮啊 圣经当中明明的说了这一点的 好 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 来看第一章 彼得说到由不能坏的种子蒙重生 然后到了第二章 他又继续谈谈这个新生命了 好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 一到二节 经文这么说的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 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存静的宁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你看啊 神的新生儿的营养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的话语 存静的宁奶 如果我们不尽量的给重生了基督徒喂养的话 他们就会失去所得到的新生命了 一旦你重生了 一件最紧迫的事是 你要学习 要学会定时定量的 接受神话语的喂养 那起初啊 是靠宁奶 你不能一开始给婴儿吃干粮 吃饼干 那是不行的啊 更不能吃肉类了 他所需要的是很容易消化的 这些东西 所以当基督徒蒙重生的时候 你不能叫他去看以西节先知的书 或者传道书 一般来说啊 一个新生的基督徒应当按部就班的 我们先来学习新月圣经 整本新月圣经 约翰福音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那么再接着就看使徒行传 因为他描写教会当初的 起初那个作用 那这是神定下的一个模式了 是不会改变的 即使现代教会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模式的要求 那然后我们再可以看罗马书 基督徒到了一定的时候 应当去认识罗马书的实际真理了 许多解经家都同意 如果你想要明白福音 你就应当读罗马书 虽然很不容易读 但是只要你开始读了 反复的读 那么就会给你不断的带来新的启示 对了 新生的基督徒需要神话语的宁来啊 需要宁来 我告诉新生的基督徒说啊 你所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圣经 而且是定期的去阅读 不要光在星期天到礼拜堂才去读 而是每天早上晚上 你尽量抽时间去读 也就是安排灵修时间 那这样呢 你就会大得长进了 好 第二 我们一面谈圣经 一面你要开始学习祷告了 我就告诉人家说啊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 那是神在对你说话呀 那么当你祷告的时候呢 那是你在对神说话了 所以如果你把读圣经和祷告 能够结合起来的话 那你就跟神有交通啊 那注意了 这才是一个双向的交通了 好 第三件事就是承认你的信 让别人知道你相信耶稣了 你当然不一定要站在街头上去传福音 但是神总是有办法让你有机会去告诉别人 你是相信耶稣的啦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信 他就会萎缩的 信心必须要进我们的口里 向人家说出来 也就口里的承认 这是第三样 第四就是跟其他基督徒有团契的关系了 基督徒独立相信是很不好的 那我是最不提倡独行侠的 我们彼此都有需要 我们需要来一个定期的 有团契的 共同学习神的话语 传讲神的话语的地方 我们却有机会跟其他信徒一起来敬拜 好了 那么再接下去呢 人们所需要的就是属灵的食物了 当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啊 撒旦引诱他行了一个神迹 那就是啊 叫他把食都变成食物 那我们来看看啊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节记载了主的回答 经文是这么说的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啊 我们注意了啊 主耶稣在这里的含义就是 自然界的食物 就相当于灵界神的话语 也就是属灵的食物 神的道是相当于 我们每天吃的这些食物 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的需要 耶稣说啊 他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了 这是一种活的关系 那你看看啊 这不仅仅是谈了一本书啊 而是听神就是这本书跟你说话了 我们许多人可以见证的 神知道我们应当听的东西 我每天早上在听到人的声音之前啊 总是要首先读一读圣经 借此首先听听神的声音 而且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呢 也照样这么做的 很多时候我所读的正是告诉我那一天 我应当知道的东西哦 它就像新鲜的食物一样的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把食物存放的太久了 它就会变质变坏的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太久不去吸收神的话语了 而要每一天吸收新鲜的灵粮 那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化 属灵喂养的再下一个阶段 那就是圣经称为干粮了 那就是所谓的固体食物了 西伯来书的作者说到这一点 那我们应当认识到 西伯来书的对象 是写给相信耶稣的一群犹太人的 他们当时比其他人都有利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许多代都是通读就有圣经的 他们当时对神的认识 是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西伯来书的作者在书信当中 就斥责犹太信徒 他在书信当中这么说啊 你们有这么一个从小认识经文的 无价优势 按道理呀 你们应该是可以教导其他人的了 但是啊 事实上啊 你们对神的话语太懒惰了 所以你们仍然不能教导别人 还是像新生的婴孩一样 还没有到能吃干粮的地步啊 你看哪 好 我们来看看西伯来书的第五章 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哎呀 真是可惜啊 这就是千千万万基督徒的写照 那特别是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圣经几百个年头了啊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已经有圣经了 当然这不一定指今天晚上我们听众 不过我们有责任 不仅要继续的靠您来生活或者甚至靠吃灵粮生存 而要长成一定的身量 到达一个成熟的地步 可以自己吸取全部的营养 那所以 作者在西伯来书的第五章 十三节 他就接着说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由此可见 你的属灵成长 不是由你信主多少年来决定的 而是由你吸收的食物来决定的 你可能已经信主十几年了 但是如果你所吸收的仍然是淋奶的话 你就是在属灵上 还是一个婴孩 从来没有长大过了 好 然后西伯来书的作者就解释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长大了 他在西伯来书的第五章 十四节当中 他说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你看呢 那么 你又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人呢 是一种练习的过程 要操练了 那就是定期的读圣经 祷告 并且把它运用在你每一天遇到的事情上 因为圣经为每一件事情带来亮光和认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活在圣经里头 当一个新的情况或者新的问题产生的时候 你就有了认识了 你可以认识到事情的实质 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它了 你越多知道怎么样去对付的话 就越会变得成熟起来的 但是可惜的是哦 许多基督徒仍然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他们分辨不了善恶 只是一味的吞吃一切啊 如果传道人声音大一点 他们就以为是出于神 但是 圣灵是从来不强迫人的 如果你感到受到压力的时候啊 就应当停下来 核对一下了 也许那不是出于圣灵的 你应当培养对圣灵的敏感啊 你越多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你就越有分辨的能力了 别人也没有办法欺骗你的 基督徒该长大 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长大的途径是什么呢 啊 就只有多吸收灵粮 多看圣经 多祷告 那这样你就长大 就能吃干粮 神话语的另外一个果效 就是思想上的通达了 那我们可以 就出许多的经文来 不过我们这里 时间的关系只能 给你看看诗篇的 一百一十九篇当中的第一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是最长的一篇诗了 这篇诗篇当中 在每一节都有几个词 是专门形容神的话语的 那我们来看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几 是针对神说的话 经文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啊 我们看到 这里说到神的话的思想 所做的功 啊 他带来亮光和通达 虽然呢 我教过一些书啊 面对过怎么样 去教育人的事情 我不断的向我的学生指出啊 你们可以受过教育 但是仍然是一个傻瓜 教育不等于智慧 我要告诉你 我并不反对教育 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很必要的 于是我就对我的学生 这么评论说了 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 都是由那些受过教育的傻瓜 造成的 如果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的话 也就不能造成这么严重的麻烦了 二十世纪 却有一位美国总统 说到偷盗东西的人 他说啊 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的话 他会偷一截车厢 但是 如果你给同样的这个人受教育的话 教育受的越多越高 他可能会偷了整条铁路 可见啊 教育不是使人通达的灯 我知道这一点的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但却仍然身处在黑暗当中 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更不知道怎么样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但一到考试写论文 我都能够成功吗 我一面受高等的教育 一面仍然处于黑暗之中 这正是今天许多人的景况 受过教育却仍然是个傻瓜 受过教育 但却不知道怎么样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你就会发现 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啊 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样的 至终沦陷到道德 精神和身体的问题当中了 一个人受过教育本身呢 并不是保证他可以过好日子 或有真正的成功 要知道神的话语就像一道光一样的射进来 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处境 显明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也向我们显明问题的答案了 你看呢 在自然界当中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光 这个世界上没有其的东西可以起到光的作用的 我当老师的时候啊 曾经对那班学生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说啊 如果教室里头一片黑暗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把这个黑暗赶走呢 我停了一会儿 就说 也许我们可以打开窗户 让风吹走黑暗 诶 学生们说 诶不能不能 哦 也许呢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扫把 把黑暗打扫出去 他们说 诶 当然不行了 那么我们说该怎么样把黑暗赶走呢 有些学生就说了 我们应该开灯 啊 对了 对了 当把灯打开 光来了 黑暗就不再存在了嘛 像神的话语打开你的心思 就能打开你思想的开关一样的 让你看见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我至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寻找人生的意义 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并没有能够向我显明啊 当圣经的光射进我心里的时候 我就开始懂得什么才是我真正的需要了 什么才能够使生活有意义 成功了 那一件经文说啊 圣经能够使愚人通达 其实愚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嘛 这并不坏呀 你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如果你太复杂的话 你永远不能够真正知道你能不能找到答案的 如果你简单的话呢 你说我想要幸福 我想要得到爱 我想要知道最好的生存方式 不要变得太深奥了 我想到我学过的哲学一些名家啊 想到了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所写的著作 在两页纸里头啊 都没有一个句号啊 真是令人发战啊 而圣经却完全不一样了 你注意过没有啊 他用最短的词句说出最重大的道理来 最重要的道理 有一回我要向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去讲道 我得决定讲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 那经文说道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 这对我来说是最深奥的道理了 它是福音的中心 于是在路上我开始对自己说了 我讲道的对象 大部分人啊 都是没有多深文化的 甚至不是字啊 也不会写啊 也许这个奖章对他们太深了吧 但是主见着圣灵对我说 你看看这记经文当中有几个句子 一个句子里头有几个字 这个是我才意识到啊 这是一节 有六个小短句组成的经文 是最普通 也可以说最通俗不过的字句了 但却表达了最深奥的真理啊 你看到了没有 但却是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如果你变得太复杂的话呢 你真的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说真理了 而可能是自欺了 但是当你回到简单的地步 你会知道 你所对付的到底是什么了 好了 我想建议你啊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要简单一点 要诚实 敞开你的心怀 告诉神 你真正的问题 不要掩盖任何的东西 然后就让神 给你所需要的知识认识吧 好了 那么 再下一个效果就是在真言书 不过我们先来看诗篇的107篇 17到20节的经文 圣经经文这么说 愚望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注意了 这里的愚望人指信徒 他们已在死亡的门前了 他们必须到了没有得医疗可以帮助的地步 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了 于是他们就呼求神了 他们显然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太晚了才祷告 但是神却是很怜悯的 他仍然听这样的人祷告 神是怎么样听他们呼求医治的祷告的呢 他是拆拍什么来成就这事的呢 那经上说他发命医治他们 也就是发命令 你看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医治他们的身体 诗篇107篇19到20节当中说到 神拯救他们医治他们救他们 这是神怜悯的三大行动 他救他们脱离罪 他医治他们的疾病 他救他们脱离撒旦的权势 他是用什么做三千大事的呢 他是拆拍什么来成就这些事的呢 他是发命 也就是发出命令 借他的话语来拯救医治和救他们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真言书的四章 20到22节最弹医治的经文了 经文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全体指的什么呢 是指我们整个身体 这个肉身 那可见了 神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他的话语 神的话就给我们带来生命 和医治整个身体的良药 神提供使我们身体复原 或者保持健康的良药 他是怎么样供应的呢 是借着他的话语 那正是这一段话语 是我在曾经有一段 住医院的时候啊 从医院里边康复出来了 当医生不能医治我的时候 我自己读圣经 当我读到真言书的四章22节的时候啊 他说到圣经是医治我全体的良药 我就对自己说啊 神不仅仅是医治人的灵魂 也实实在在医治我们身体 于是我就把它当良药来对待一样的 每天三次 每次就是饭后福 就好像医生一样的 其实我讲的是读圣经 祷告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 你能够得到帮助 我们记住 要多多的学习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灵病不断的长进 而且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健康 疾病得到医治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